主席 現場的各位同仁、各位官員 大家好 我請部長 蔡偉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想 跟你請教一下 這個報紙說你要去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信信書不如無書 報紙登了很多篇 你希不希望去當這個位置 我不希望 不希望 你只希望做到國安部部長 這個話不必問我 這個是報紙登的不要相信 我知道報紙登 我現在問你 報紙我們不管了 我問你的意見 你個人希不希望 有朝一日有機會去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那是 這不在我的人生規劃 所以你很想當這個部長 我不想當 把這個部長做好 沒有沒有 對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不要把這個部長做好 好 如果你不想去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接下來的問題 問你才有意義 部長 我有兩個小孩子 你有幾個 我有一個 你有一個 我們都是當爸爸 對不對 是吧 是 不要緊張 我不會害你的 我們都是當爸爸 我們今天以當爸爸的心情 來看江國慶這個案子 如果部長跟我 如果部長跟我 我們的孩子 在軍隊裡面 遭受到這樣子的 淋虐 最後不幸 犧牲了性命 部長 以你做一個爸爸 你暫時不要用部長的身份回答我 以你當一個爸爸 如果你看到這個政府 對待我們的孩子 他只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甚至記得過 對這些已經退休的人來講 不痛不癢 司法 因為過了期限 沒有辦法處理 你可不可以接受 先問委員報告 我們對這個 司法認為這個 時間 超過以後的事情 他們家屬已經提出在意了 對 司法的部分我想 我們就讓司法去處理嘛 對 所以相關的就是 沒有刑責的人員 對 根據法律最後的判決 沒有刑責的人員 我們要追溯 行政上的處分 對 你們行政上處分也做了決定了嘛 是 你們是給他們寄過獲身戒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我想 就是說我今天請教一個 我們都是做父親的 是 我們一個做父親的心情 面對我們的孩子 他的人生在這麼 這麼年輕的歲月裡面 就因為這樣子 而失去了他的性命 而且這個過程是極盡凌虐 部長 如果你做一個爸爸 我也是爸爸 你可不可以接受 這樣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我們現在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我知道我們是法治國家 所以必須要 依法行政 對 所以我了解 所以我剛剛不要 要你用國防部長的身份回答我嘛 我希望你做一個爸爸的心情 對 所以我覺得是同理心嘛 所以我特別 我個人 是以國防部長的身份 到他家裡面 向他家屬 我都同意 我沒有怪你嘛 你剛剛已經回答我 你想把國防部長幹好 所以我才回答 我再問你接下來這個問題 是 所以你覺得 做一個 爸爸的心情 江國慶的媽媽是不能夠接受 我們在報紙上都看到了 我今天 不管我做一個立法委員 或做一個孩子的爸爸 我也不能夠接受啦 那今天如果你 做一個孩子的爸爸 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想這個就是要按照 這個法律程序走完嘛 他這些人有沒有行得 不是啊好 那你如果不想回答我這個問題 我知道你沒有辦法回答我這個問題啦 沒有 我相信你的內心 如果你是有良知的部長 想要做好事情的部長 我相信你內心啊 你有剛毅的外表 但是你必須要有柔軟的心啊 我相信你如果做一個 在這個社會上有柔軟心的人 看到這樣的判決 大家一定是義憤填膺啦 大家一定是不能夠接受啦 部長 那我想請問你選前 我們這個馬政府有宣誓嘛 面對江國慶的案子要嚴懲 那今天我們已經看到選舉結束了 我們也看到了結果了 嚴懲的結果就是這幾個人 部分被記過或者記申戒 是不是就這樣子了 這件事在國防部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還沒結束啊 那就是家屬提出在意的部分 法律還在進行當中嘛 另外就是在相關於國賠的部分 我們也提出了相關的專案的會議 對 你們假扣押了陳兆敏的八個人的財產對不對 那現在呢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假扣押還在進行當中嗎 進行當中 是不是還有擴大或者是額度要增加 完全由這個專案小組在審理 那你覺得接下來的發展裡面 你個人在你的專業裡面 你覺得 除了行政處分記過申戒之外 你認為這個案情往下發展 你認為會做到什麼程度 會要國家來賠這筆錢呢 還是由這幾個犯錯的人來賠這筆錢 你覺得 我們的政策 覺得這個錢不應該由國家來賠償 對 所以國防部的立場還是要求 陳兆敏等八個人應該來賠償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人 OK 其他我不管 就是說現在目前已經查到這些人 原理長是這樣 是 部長 我真的覺得啦 呃 法令很多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很清楚 今天你因為站在國防部長的身份 站在這裡跟我回答 我知道你有你的宣誌 但是我們內心都應該很清楚 如果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替江國慶 替江國慶的家人討回公道 那我們這部長白幹了啦 我這個立委其實也 說實話也白幹了啦 這種事情如果沒有一個很明確 政府面對這種事情的 沒有一個態度出來 沒有一個嚴懲的結果出來 我相信軍中的軍紀 今天一整篇啦 今天一早 一整篇我們軍紀的問題 國防部如果沒有態度 沒有在類似像這樣 人命關天的案子上面 做出一個最終 讓這個社會可以信服 讓大家不會覺得 國防部叫做輕輕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做這種不痛不癢的決定的時候 部長 我覺得我們愧對國人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 國防部一直就是秉持實事求是 污望污眾的精神 好部長 那我另外再問你 是 這個 你有到新加坡嗎對不對 是 你到新加坡做什麼 我是 這個 新加坡的航空展 它是一個 兩年一次的展覽 邀請我們去參觀 這些航空展覽 一些武器裝備的發展狀況 對 跟空軍的高級教練機的採購 應該有關係 高級教練機 只是 那是一個 我們國防部 空軍 它是一個 建案的需求 對 那是一個展覽 有各種戰機的展出 你去看一看哪些戰機 他們去收集商情 是 那你這次看了之後 你覺得跟你 這個 所謂的 空軍 高級教練機的採購 有沒有關係 我沒有關係 我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次展覽裡面 含不含這個部分 含不含 展示這所謂的 空軍的高級教練機 含不含 應該有 在裡面也有 那你覺得 外面都在提到說 你個人對於這個 義大利的M346 這個教練機 你覺得 個人覺得滿滿意 或者我們 國防部裡面的評估 覺得這個很 我沒有個人 我沒有個人意願 那我們國防部 是不是評估這個 這個機型不錯 這個 空軍他們 還在收集商情當中 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 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決定 OK 那部長 我也聽說 我們台中的漢翔公司 他們願意把這個IDF降級 來做這個 空軍的這個高級教練機 你覺得這樣適不適合 國防部會不會考慮 跟漢翔 項目委員報告 我們 任何選項都不排除 這個必須要專業去評估 對 這是一個 一個空軍的專業 所以這個他們算 評估的項目之一 他們的項目之一 OK 那部長 如果做一個評估的項目之一 本席建議 類似像這樣的採購 等一下 不只是這個所謂的 高級教練機 漢翔航最近 國門有一個什麼工程商的問題 他現在好像有停約 是不是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高級教練機 不是這個問題 可是他其他的有問題 有個修復問題 有個修復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 要終止他的合約 這一個 我問你這個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用 我只是要提醒你 我想台灣 有國防部的 國防的產業 是火車頭 如果我們國防部 在一些採購上面 或者國防部在一些 國內的廠商 可以合作的這個項目裡面 本席建議啊 國防部應該盡量 透過我們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金額的採購 來讓台灣的這些企業 甚至很多的中小企業 可以有機會 來 呃這個這個 呃在這個 品質上面提升 或者可以介紹國防部這樣的單子 國部長你同不同意這樣的 我現在委員報告 我們不能為高教機而高教機 啊當然 東西是不是符合國軍的需求 我覺得如果都符合工具的情況 是不是國防部應該盡量考慮 在採購上面 那當然 像委員報告 漢翔現在是屬於這個 經濟部的國營事業 對沒有錯 漢翔的前身就是我們的航發中心 沒有錯 航發中心是我們空軍的一部分 沒有錯 他現在的場地 還是我們清清光機場 沒有錯 我都知道了 不是我都知道 本來就是這個 雪濃於水 但是 新兄弟還是 明算大 我清楚 我只是希望你 我只是希望你 來承諾說 如果 條件都符合的情況底下 在經濟發展上面 國防部可以協助台灣的整個中華企業 或者經濟的發展 你覺得這個方向上 你同不同意 當然 一定 同意 同意 還有一分鐘 最後一個問題 部長 剛剛江啟成為問到豐原保修廠 在我們台中 也有外埔鐵山的營區 也有大甲中山里的營區 市長國防部都放在那裡都沒有用 部長 部長 像這樣的一個土地的 國防部正要閒置土地的運用 閒置土地沒有運用 或者這個都放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這個會造成地方 很多的問題產生 譬如說那個地方因為沒有人管理 所以可能蕭小 或者甚至有些人在那邊吸毒 等等 這些事情我想在地方都時常有耳聞 是不是國防部應該對這些土地 應該做一些妥事的規劃或者管理 會做 可以吧 但是有一些區域 像委員報告 有一些營區 我們現在因為發發水災的經驗 有些是我們動員教招要用 或者是戰備急需 有一些可能也是一個災房的收容的必需的地方 這我們會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我剛剛提那兩個 是不是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是不是請部裡面的同仁 給我一個書面 如何來針對那兩個營區做一些 那些營區我都帶過 我曉得 謝謝